今天据知名爆料博主透露 小米首款折叠屏旗舰手机已经在工信部入网 该机有网在3月份正式亮相 该博主还透露小米折叠屏旗舰将采用正面完全无开孔的设计 屏幕效果非常出色 结合之前曝光的工程机 小米折叠屏手机采用了与三星Z Fold2代类似的内折设计 且主屏没有任何开孔 是一块整体的显示屏 运行MIUI12操作系统 预计小米折叠屏手机打开8.03英寸 配备一块6.38英寸的外部副屏 值得一提的是 小米首款折叠屏手机可能会刷新价格底线 成为最便宜的折叠屏手机 大家是不是很期待呢